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受高空气流等因素的影响 追跑的晃动幅度很大 飞机不要晃 现在好的 注意保持住 现在高度好 速度好 2米 保持好间隔 看到我们的飞机 它就像看到一个山 或是一堵墙 就挡在前面 但是它又不得不往上上 它又不得不靠近我们 面对高风险的飞行 李水文必须指挥战斗机飞行员克服心理上的恐惧 继续保持着和加油机编队 一般越接近 有些飞行员心理素质不好 它不敢上了 为什么 因为它自身克服不了自己的压力和紧张 我们只要鼓励它 2米 1米 现在高度好 状态好 保持住 由于心理压力不大 导致操作变形 第一次尝试加油的战斗机飞行员失败了 这是战斗机飞行员第二次尝试加油 由于错过最佳对接时机 这一次它又失败了 空中加油训练 原本就会让飞行员耗费很大的精力和体力 而在进行了两次对接失败之后 这名战斗机飞行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 1米 保持好间隔 稍微复点油门 好的 保持住 卡好关系位置 在李水文的鼓励和指挥下 这一次战斗机的受油追头和加油机的追套对接成功了 现在加油很正常 高度好 保持住 加油速度很好 这次战斗机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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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战斗机飞行员